感谢今天GoMarkets邀请到了西西兰的金融顾问孙昊 孙总 也感谢大家收看GoMarkets线上的直播 我们今天邀请孙总讲的话题 就是巴以俄乌冲突升级 圣诞行情却提前开始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的话我就先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下GoMarkets 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孙总 咱们下一页 然后最开始我们依旧是要符合 澳洲和新西兰的金融监管要求 所有的投资建议没有代表大家的个人目标 包括个人的财务情况 只是对市场进行相应的客观的分析 那么GoMarkets也是持有澳洲的金融牌照 AFCSL 提供股票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产品交易 孙总咱们下一页 GoMarkets是一家1998年成立了老牌的券商 那么华人中文部是2015年才成立的 所以说整个在全球业务规模是比较大的 在欧洲应该是也能排在头部前几名 下一页 也是澳洲第一家使用MT4在线平台的交易商 所以说现在发展的也比较大 得益于大家的支持 下一页 在奖项方面的话 我们一直是在做投资者教育 所以说也有幸跟孙总一起合作 给大家做更多的讲解 下一页 然后在体育赛事和全球的合作方面 我们不仅邀请孙总 还邀请了戴若吾比先生 这些都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人 给大家做更详细的线上的投资助力 下一页 课程方面我们有一些系列课程 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右下角的小猪手 如果是有想要学习更多资讯 可以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问更多更详细的课程情况 然后下一页讲的就是我们线下的活动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咱们就快快的过一下 往下咱们一页一页的 这个也是一个广告 所以说公司介绍 全球都有业务 然后线上的话 我们包括跟孙总的视频 会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如果是要看回放 或者分享给朋友 都可以把链接分享出去 然后在全球 也赞助了很多的体育赛事 包括切尔西 欧冠 还有澳网 这些温网都有 所以我们也有形象大使 在下一页是孙帅 张帅 光教孙总 都是我们跟GoMix合作比较久的这些 然后下一页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些服务了 这个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 咱们就一页一页的 下一页就行 反正就是扫码关注 在下一页 左下角的扫码 墨尔本和悉尼都有 我们都有公司 再下一页 直接就应该是到了孙总这部分 给大家快速的讲解 对 直接开始你的部分就行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研讨会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的名字叫孙浩 我来自新西兰号投资公司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做交易和投资 也超过17年了 从2006年开始学习交易的 09年呢 就成为全职教育员了 那一直呢就 一方面自己是做交易 投资 一方面呢也和全职有很多的 知名的大券商合作 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交易 培训的服务 那GoMarket也是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自己也用GoMarket来进行交易的 它的交易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在2018年呢 我们我自己是考取到了新西兰这边 非常少 应该说比较难考到拿到的一个金融顾问的牌照 因为整个新西兰的话呢 它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也是华人当中为数不多的拿到这个牌照的一个教育员投资者 而像我自己独立运行的一个华人的话呢 就更为少了 因为大部分的持牌的华人呢 都是在要么就保险公司 要么银行里面他们的需求 需要必须让他们去考这个牌照 而我自己是作为独立投资人这么这么来运作 然后呢从2020年开始呢 就打造一系列的社交媒体 包括自己的YouTube频道 Facebook等等 就把我自己的品牌推广出去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走上财务自由的道路吧 这是一个简单介绍 好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主题就是现在巴以和俄乌的冲突呢 现在好像这方面的新闻是少了 但是呢大家如果还是有持续关注的话呢 都应该知道 现在以色列那边打仗是打得越来越厉害 那而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呢 也是俄罗斯好像他的任劲还挺强的 之前一直是不说乌克兰大反攻 大反攻好像最近这方面的消息全都没有了 就是说进入到一个胶着的状态 那照理说这样两场不叫全面战争吧 局部性的战争摆在面前 那对金融市场来说那应该是一个利空的消息 因为战争的话会影响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 最简单好像供应链 那就肯定会受到搅扰 那包括一些原油的价格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但是呢好像现在整个市场都完全忽略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了 那甚至现在已经有人说了 好像圣诞节行情就已经开始了 那所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圣诞节行情吧 那这里呢是一个不能说是规律吧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发生的事情 就是投资者呢和教育员呢 因为到了节假日期间啊 可能心情比较好 然后呢他们都比较喜欢就是在圣诞新年假期呢 持有一些所谓的高风险资产 例如好像股票 那这些一般来说 它的表现呢 在12月份到1月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那下面看到的这一张图呢 大家就看到的就是一个统计 从2002年到2021年来说 在2月25号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星期 它的一个涨跌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年份呢 它的收益都是正收益的 只有18年是比较例外的一个跌了10% 其他的啊 即使它不太不太怎么涨 它也不跌 但是正增长的年份呢 还是占据主导的 所以这里呢 如果是用英文的一个单词呢 就叫做seasonal pattern 这个叫做季节性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因素的话呢 现在在今年好像甚至要比往年提前了 因为现在才是11月中旬 一般来说呢 这个圣诞节行情会是在12月初去开始的 而今年的话呢 昨天大家也看到了 昨天的新闻是非常非常 夸张的一个波动吧 我可以这么说 昨天的新闻就是美国的通胀率 是比预期来得要低 那整个市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所有的风险资产 包括美元的暴跌 包括股票指数 包括其实就是股票本身的一个大涨 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圣诞行情已经开始了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今天可以一起来和大家去探讨一下 因为呢 首先我自己本身呢 是一个啊 更偏向是技术分析 继续技术分析交易员这方面吧 我的大部分的交易和投资的决定呢 都是来自图表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就不管基本面 基本面我还是要关心的 因为基本面是促使价格波动的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今天就会结合这两方面吧 结合图表 结合我们现在的基本面 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整体市场呢 主要分为这四大类呢 一个是外汇 一个大宗商品 一个股票市场 其实就是股指了 然后就是虚拟货币 那所以虽然说这里说啊 冲突升级哪种商品最受伤 那我感觉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现在冲突比较受伤是美元 因为他现在整个降息啊 不是降息了 不加息的预期 预期或者是停止加息 华尔街现在是基本已经达到达成一致了 虽然美联储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依然是强调在上一个星期吧 上两个星期在世界 世界银行的联会 还是哪个机构的一个演讲当中 还说啊 我们还不确定我们现在做的 呃动作是否已经足够能够使通胀 回到他2%到3的区间之内 那还有可能继续加息 他虽然一直在这么说 嘴上很硬 但是呢 身体却很诚实 就是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停止加息了 然后呢 不光是这一点 而有其他的美联储官员 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 也是出来说啊 美联储应该不会再加息了 直接就跟鲍威尔主席唱反调 那这样的话 再加上昨天的一个数据通胀是明显比预期要来的 好 好的意思就比预期来的要低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一个问题了 这样的就是对于呃美元来说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吧 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不利的消息的话 对于我们作为交易员 投资者来说呢 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我们做交易 做投资的话呢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方向性 一波行情 不管它是涨还是跌 这个我们是 只要那个行情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 所以呢 我们直接就从美元指数本身来看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呢 就是美元指数的一个图表 而美元指数的话呢 我们看到从周线图来看 它在过去的一个多两个月吧 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位 106 106这个位置呢 是持续过不去 然后在这一个星期 就是两三个星期前嘛 出现了一波大跌 重新回到106之上 而现在这个星期 又再次把前两个星期的一个低点都破掉了 所以这些的确都告诉我们 整体的美元 就是要开始往下走 因为美元指数的话呢 它是以缆子货币 包括的主要货币对 包括就是它组成货币啊 包括有欧元 英镑 日元 瑞典克朗 还有什么 加元 还有一个加元 日元 对 这几个 然后呢 这一篮子货币里面呢 都指向了美元在全盘走弱 所以现在整个动能 或者整个美元走弱的趋势已经出来了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 要等美联储真的开始降息 或者说口头上承认我们已经加息结束了 这个美元才开始走 不是的 我们做交易投资的话 我们都是做一个预期 现在预期就是它停止加息 甚至提前降息 因为现在已经在去年啊 应该很多一些机构预计明年6月份 美联储就可能开始第一次降息 而且有些机构好像锐 5月的 UBS吧 UBS 预期它的降息幅度可能还挺大 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 从长线一点的走势的话 美元应该 从美元指数本身来看的话 就应该开始往下走了 对 我们就看几个大家比较 比较 关注的一些 一些货币队吧 好像欧元主要的 欧元的话呢 跟美元指数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 刚好相反的一个镜像吧 美元指数在往下跌 欧元就在往上涨 所以欧元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再 在值得再展开讲了 因为它在之前几个星期100 1.05站稳之后呢 现在就一直在往上走 啊 然后呢 它现在呢 很大概率就会去到100 1.10这个整数关口 所以在圣诞新年假期 就是在12月底吧 如果你要问我的预测 我管觉它到这个价位 还是很大概率的 因为它现在上涨动能 大家如果看一下 昨天上涨的动能是非常夸张的 昨天一天涨了将近2% 涨了200点 差不多涨了200点上来 在外汇市场当中 像这种主要货币队 一天波动200点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说这些买进 这么着急买进的 不管是个人好 还是机构投资者好 他们不会凭工消失的 那现在的话 欧元整体 如果是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那趋势的话形成了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 所以现在你说圣诞新年假期 你说问我有什么外汇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欧元美元 我感觉是往上走的概率会挺大的 第二个英镑 英镑也是类似情况的 基本看起来跟欧元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没有什么可以展开讲的了 也是如果问到会长到什么位置 那我一般就看它图表当中 你看上方的一些阻力 就在1.26左右 这是第一个 可以作为对一个潜在目标价位 第二个就是上到1.30 因为周线图在1.30的话 那我们看到1.30在这个位置 那本来就是一个大的心理关口 那之前在1.30也出现一定的假突破 所以圣诞新年假期 我也不要求说你长到有多高 1.4 1.5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自己的交易的模式 一般都是属于 也比较短线 一般是属于周内 或者是一个月之内 我自己的仓位就会平掉 我是大概我的交易时长是这么一个 并不是那些日内的 波头皮 那种我不是那种交易的模式 我一般是周内跟月份 那这种一般来说 我到这些价位 我先把利润先吃掉就不错了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第三个 我们之后看一下外汇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美元的日元 首先美元的日元的话 昨天当然通胀出来之后 它随着通胀下跌 它也随着下跌 但是我这个我一直也跟很多朋友就说过了 150是整个美元日元的一个天花板 怎么说呢 这个是应该是从1987年以来 美元日元基本上就是在 的高点就是在150这个位置 我换一个数据员 大家就可能看得更清晰一些 那我们看到1987年 大家知道比较出名的这个事件 就是广场协议 美国逼迫日本签的那个协议 迫使日元升值 所以我们看到1987年的高点 就是在150左右 然后来到1989年也是150 然后在1990年一度破掉150来到160 但是最终还是跌下来 然后再回到1998年 这是对上一次比较明显的 日本央行干预汇率的时候 那时候的高点是147左右 而在去年其实日本央行也干预了一段一次 应该干预两次 实际进场是用真金白银进场 干预两次 那次的高点来到150 所以现在又来到同样的152这个位置 虽然整体从技术图表来看 它还是往上走的概率偏大一些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有央行的一个存在 它不光是日本央行 因为大家想想 如果日本央行要干预美元日元的汇率的话 那没有通过 没有经过和美联储沟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美元日元是我感觉是过不去的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150 152左右 那再加上昨天的一个通胀有所回落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美元日元也有所回落了 所以现在我感觉如果还是跟欧元 英镑一样都指向了 其实美元日元美元应该会慢慢的开始走弱 另外一个呢 之前有一定的传闻 就是日本央行一直市场期望的 就是他赶紧调整他的利率控制曲线 一直他口头干预好 或者说他在央行的利率决议会议上也好 一直是只是口头来来说 但具体实质行动没有 没有看到他说真的调整曲线 让他波动变得更大一些 或者直接就把负利率变成零 这个都没有 但是预期的话呢 现在看到很多分析师说 都是明年一月份最快的就开始调整了 所以只要有这个预期在的话 再加上如果真的美联储停止加息的话 那整个大势美元的大势 才美元日元当中反下来 还是很大概率的一个事情吧 好这就是外汇当中挑着这三个 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三个 得跟大家点评一下吧 第二个呢就是大中商品市场 当然商品市场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首先呢今天主题是战争吧 那战争不管是俄罗斯好 还是说以色列巴勒斯坦那边也好 一个是中东地区 一个是俄罗斯 两个都是产油的大的出口地区域吧 那照理说那石油价格因为战争 应该是要会往上涨的 但是呢价格却非常不给面子 胖胖胖的在往下跌 最近这段时间 不管你沙特自己减厂也好 欧佩克自己减厂也好 价格就是在往下跌 那很多朋友就不解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就不信他一直会往下跌 很多人就死扛着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了 他们在92 93美元的时候买进 希望他能够涨到之前130 就是上一次的高点 俄罗斯乌克兰刚开始打仗的时候 冲到130 那结果这段时间跌得很惨 那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 总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在交易当中呢 有很多为什么是没有必要去问的 说老实话 尤其是已经发生了这事情 因为我们做交易做投资好 我们是希望从中 或从市场的波动当中来获利 对吧 而我们去获利的模式呢 尽量就是遵照市场的方向来走 市场现在告诉你 他在往下走 那我当然就顺着市场来走 那至于他为什么在往下走 你有兴趣可以去了解 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呢 作为交易员本身 我其实是呢 有时候并不太关注 他为什么下跌 你可以去网上找1000个理由 告诉你为什么下跌 但是那时候那是什么 已经是发生了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了 我最关心就是现在石油的价格 现在是刚好在80美元左右 现在昨天收拾下 刚好在80美元左右 那我应该怎么做 去实现下一步 我怎么做 我是应该买进 那是卖出实现我的利润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至于他为什么从94跌到80 你有兴趣去了解一下 可以没有兴趣的话 像我我是没有太多兴趣的 因为我是教育员 我并不是说靠写文章 去写为什么那种写撰稿人 所做的事情 好吧 一些题外话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 这个大众商品 大众商品的话 我们现在从同样 先把图表打开给大家看 大众商品的话 我们先把石油拿出来 石油的话呢 其实这段时间的跌幅 是挺厉害的 而这波跌幅停了吗 最关键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觉得这个波跌幅停下来了 没有 因为如果从技术图表来看的话 现在周线图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变回到下降动能当中 而且它跌回到一个80美元 这个心理关口之下 大家看到80美元在之前 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 从去年11月份 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 就是围绕着80 一直就过不去 所以说现在它过去的 你看7月份 8月份过去之后 它就从80一直涨到93 94 而现在它跌回到80以内 那应该就是从80跌回到 它整个区间的底部了 区间底部在70左右 或者说整个底部 你说绝对底部是在67左右 中间有个70 而现在刚刚从上个星期 才回到了80以下 所以现在长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觉得如果从技术面来看 它就是应该要继续往下跌 回跌到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72 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位置在这 一个明显的周线图 一个支持位在72左右 第二个呢 目标价比就70 所以其实你说石油 你说我要做空还是做多呢 我现在还是觉得 做空还比较明显一些 因为你看日线图 日线图同样明显下跌的动能 昨天 昨天的高点一碰到80 就被压了下来 其实已经证实了 已经告诉你的 上面80有很多在卖 所以我不会说去抄底 有些人觉得跌的差不多了 该涨了吧 你的感觉 你的直觉从哪里来 你是做了几十年的石油交易的经验 你是石油这个行业内的人呢 还是怎么样呢 你的感觉通常人的感觉在交易当中是不对的 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 包括像我自己做了那么长时间 你说石油现在我觉得到底了吗 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也会有一个直觉 或者绝对会到底 但是我会遵循整个图表 遵循市场 现在的方向 它的动能就是往下 我就顺着市场来做 一定要顺势而为 所以现在的话石油没有什么可以在讨论的 除非他说有突然 又另外第三场战争出来了 那把更多的大国也绞进来了 那可能他可能会冲上去 至于到那时候我们再重新去分析 到现在为止 暂时看不见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下的可能是偏大一点 就是石油 那大宗商品第二个呢 值得关注的就是黄金了 这个黄金这个东西呢 尤其华人朋友是比较喜欢做的黄金 黄金的话呢 其实挺乱的整个黄金的走势挺乱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往再长线一点的图表来看的话呢 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如果你要问我一个非常长线的看法 好像说未来两年三年五年 你对黄金怎么看的话 我觉得黄金会涨 因为黄金的话 大家如果从整个 就大家看的是月线图 月线图在2013年到19年 在下面这两条蓝色这两条线 是13年到19年一个大的 六年七年的震荡区间 然后在19年破掉了 然后呢持续到一年 一年半左右的一个大涨幅 从1400涨到了2070 最高那点位置涨到2070 然后呢现在呢 正在从2070到下方 1700左右正在形成第二个震荡区间 如果你理解说是一个 一个大楼打地基的话呢 13到19年是第一层地基 现在打的是第二层地基 而现在最关键的是在1800这个位置 1800是什么位置呢 是2011年12年的一个高点 你看到在2000年初的话 黄金出现了一波将近10年的一个大牛市 然后大牛市回来之后呢 1800变成一个大的阻力 而现在的话在上一个月这么明显的买入 这么多从1800买涨到2000 那如果你考虑这些人是大机构的话呢 他并不会说啊 大机构买了一个月他就跑了 不会 那些作为长线的投资者的话 他一般持有的时间会非常长 尤其现在大家看新闻都看到了 很多央行包括中国央行也在内 不停的买入黄金 所以黄金的话 那整个一个基础是打得很坚实的 只不过它涨起来会非常慢 再加上现在如果真的美元加息到顶的话 那对黄金也是一个支持的作用 因为黄金的一个价格呢 我自己觉得它影响了黄金价格就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美元的强弱 因为黄金毕竟是一个大中商品 大中商品的话呢 在国际上国际贸易当中就是以美元来结算 所以即使你黄金本身的价值不变 就是它的value不变的话 它的price它的价格就会随着美元的涨跌和变化 美元强 它的黄金价格就会跌 美元弱的黄金价格就会涨 所以现在美元预期它会弱走弱 所以黄金价格可以预期就会走弱 这是第一个影响因素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黄金是对抗通胀 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吧 这个并不是我说的 大家有兴趣上网去查 这个叫做世界黄金协会 叫World Gold Council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性的一个网站 它每个月它都有一个月的一个报告 在去年还是前年 它出过这番一个研究是 凡是高通胀的环境 就是利好黄金的价格的 现在依然是高通胀环境 全球你看虽然美国是跌下来一点点的 市场已经这个样子了 狂犯成这个样子 但毕竟还是很高 百分之四 离央行的区间百分之二到三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美国已经算比较低了 你看新西兰澳洲这边 澳洲还上 上一个 加息的都因为还是挺高的 所以全球的高通胀环境 暂时没有改变 对黄金也是一个支持的作用 第三个影响黄金的一个因素 就是它有没有避险需求 一般就是像战争 好像像一些大的恐怖袭击 这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种对黄金是一个支持的作用 现在好像这方面就没有太多的需求在里面 但毕竟结合今天的主题 就是两场战争一样在继续 这个因素影响并不太大 但毕竟还是存在 所以作为投资分散的角度的话 你把黄金作为你的投资组合当中的一个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你问黄金怎么看 我感觉到它应该会继续往上走 不要说它做出历史新高了 但是说在未来这一到两个月 或者真的到什么时候美联储确定不加息了 它涨回到之前的这个2070的一个历史高点 应该是很大概率的事情 因为它之前已经测试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已经测试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大概率 在这一次再测试的话 有可能往上破 如果在美元真的开始进入到一个降息的周期的话 黄金应该有一个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黄金我是比较看好的 好这就是一个第二个产品吧 大中商品第三个就是股票市场 那首先的股票的话有很多 包括大家现在都做的比较多的 或者说都耳熟能详的 就是跟AI产业相关的 好像特斯拉英伟达英特尔谷歌这些 那首先股票个股 我自己现在就很少做了 以前做的多一点 2014年到1718年的时候做的比较多 现在比较懒了应该说因为太多了股票 那所以我自己关注的 当然还是直接就做股指本身吧 股票指数本身就可以了 因为整个产品可以交易的产品很多嘛 那没有必要去盯着个股来做 那所以说第三个呢 就哪个区域市场更受青睐 那当然不用问的 这个也是很简单 要做股票市场 那肯定就是做 做什么 做美股啊 美股三大股指 那表现都是棒棒的 你看 这是道指 道指就是连续第三个星期再往上走了 那现在这是周线 如果再看长一些的月线 月线它本来你再怎么看 它就是一个上涨的痛 只过在过去差不多一年时间 它就围着三万四三万五 三万三在这里窄幅震荡而已 但整体看起来 你这波上涨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像这种 再加上现在进入到圣诞新年行情的话 那一般来说 只要 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 就是大家有兴趣回去看历史 美股的话 每次出市 每次出市 包括二九年金融危机 八七年的股灾 08年的次贷危机 2000年的互联网爆破 每次出市 大跌的那个月份的开始 就是一般都是9月10月份 包括今年9月10月份 它也在跌 但是跌的幅度 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 那当然了 2021年那个病毒 那在4月份 那是一个 额外的一个事件 突出的事件 但大致来说 美股每年9月11月都会出现 你说回调好 出市也好 就是9月10月 只要9月10月 每日就有出现 说导致经济危机的事件出现 那基本这一年就过了 这年过了之后 一般来说 从11月开始 就一直会慢慢往上涨 涨到去明年的4月份 5月份 那一般到4月底就开始了 就停了 5月份的话 英文那句话叫什么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5月份卖掉 然后就休假去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今年也是 对这个seasonal pattern 季节性的 这个走势 还是会延续 所以呢 现在作为一个 如果你是做股票也好 做股票指数也好 现在我确实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一个时机吧 我觉得 那如果你说觉得美国 道指是比较难看一点的话 你就看纳萨克 纳萨克可比道指好看多了 纳萨克的强势是基本就不用质疑的 你现在都已经来到15800了 我之前的判断呢 可能要到年底才会碰到16000 那现在看起来16000 基本就过一两天 一两个星期的事情就会到了 你看他从底14000 基本就没有停过这两个星期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所以这个呢 也是说明是什么 纳萨克作为种种的科技股 尤其是AI 那你战争是对股票会有影响 而且美联储加息 是对股票会有影响 那很多人说了像科技股的话 他对利息是比较敏感的 这个没有也没有错 但是再怎么敏感 最终回归的还是基本面 那这些科技股公司是什么 他要发展 公司的发展 新技术的出现 那对整个人类的生活 是一个改变 是一个技术性 就有点像以前的技术革命一样了 现在我感觉AI这个节点 那所以说你在战争好 那只要不影响到本土美国的公司 公司的发展 那他们的一些发展前景 还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你看之前他一度跌到14000 那个这个就典型就是机构在利用坏消息 把价格压下来 然后他们在低位再买进 那这个波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 这么低的位置买进 就一直在往上赶 就不让你就任何机会去买进 有很多人在观望 是不是真的 这一波涨幅 涨了三天 他应该要回来了 回来我再买 他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他一直在往上赶 你说现在再买吗 不是不行 有点危险 追高有点危险 那现在就有点晚了 因为他已经涨了 涨了很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上来 就没有停过 所以纳斯萨克应该也是 在未来直接不要说做新高 我只要他回到之前的高点 16800 那这里离现在还有一千点 这个带出来的一个潜在利润空间 也是非常大的 这是纳斯萨克 那标普那就不用点评了 因为第二标普的强弱程度 刚好是纳斯萨克还有道指之间 所以我自己要做的话 如果你说美国三大股指 我一般就是做 要么就做道指 要么就做纳斯萨克 而标普的话 刚好在中间 纳斯萨克跟道指的成分股 都包含在标普500里面了 而道指更倾向是传统型的股票 纳斯萨克更倾向是科技股 那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那所以我一般就做这个 那除了美国股票市场是一个首选之外的话 其实包括快速过一下 你看英国包括德国的股指 都是在缓慢往上走的 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就看一下 大家都是华人比较关心 就是香港恒生指数 他怎么看 香港恒生指数的话 我感觉他可能就不会像美股那样 长得那么好了 因为整体香港恒生指数的话 首先技术面在月线图他还是往下走的 还是往下走 那即使他可能真的现在是一个底部的话 那他现在面临的就是上方18000这个大的一个关口 没有那么容易过 那首先呢 香港香港的话 现在因为他是背靠中国跟国的经济的统治数据 这些都是自己可以直接上国家统治局的网站去看 包括最近公布的一些CPI数据啊 出口的数字啊等等 都是不如预期的 那所以说其实现在经济恢复 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阶段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说像很多时候短时间之内 他要跟着其他区域的 好像欧洲美股出现一波大幅上涨 我感觉可能性而相对低一点 但是说你说布局一个未来的一到两年 两到三年这种情况呢 那现在可以考虑一点 就小范围的一些建仓 这是我我是支持的 经济恢复虽然是有点慢 现在但是呢 最终我感觉还是会走出来的 所以呢 现在确实是一个底部 而且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到两个星期 差不多一个月吧 就是围绕1700018000在这里震荡了 他已经不再往下跌了 所以现在的话 香港恒生指数如果要做 那或者说做一些香港的股票的话呢 小范围的建仓 小仓位我是觉得一个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或者说在亚洲区这边 其实表现更好的应该就是日经指数了 日经日本的一个经济的表现呢 最近一两年呢非常漂亮 那我们看到他自从打破了三万这个大的心理关口之后 回调也站稳了过去三个星期跟美股一样 就是在持续的往上涨 所以投资的角度 美国还有日本是我的一个首选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的就是最后一个资产类别吧 那就是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也是之前前一两年吧 涨到六万 那被马斯克玩弄于股掌之中吧 然后呢暴涨到六万 然后暴跌到一万多 现在呢有可能又开始往上涨了 而且现在开始关注的人并不像之前那么多 大家想想那时候在三万以上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说要买买比特币买以太坊 现在已经是快到四万了 现在谈论比特币以太坊的人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多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机会吧 因为在交易投资当投资当中也是经常说的 当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到顶了 就是这样 你想想到六万块钱的时候 去去年前年到六万块钱的时候 多少人多少人在网上写文章好 做视频好 说啊比特币要涨到十万 未来三年涨到一百万 对吧 多少这种言论 那时候就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他又会涨 最终怎么样 被割韭菜 割的一地鸡毛 什么都不剩 而现在呢 现在什么情况 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了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被套在里面了 被套在里面 反正不死不败死不活就放在那边 而且现在关注的焦点呢 也有很多什么冲突了 打仗了 什么这边又又又又开APE会议了等等 并不像以前那种啊 那些科技大佬像马斯克半 一时半个月就出来放放一些放一些话 说啊一开始又说用比特币可以买特斯拉 到涨到六万块钱的时候 又说不能买 以前特别多这种新闻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现在进场都是什么的 我感觉就是一些真的 懂行的大机构在做 那这是基本面的看法吧 那如果技术面来看 你看比特币 它就是一个在往上走的动能 一样你看周线图就是在往上走 那这波上涨的动能呢 包括周线 包括长线的月线 都是在往上走 趋势是已经反过来了 所以比特币的话 在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也是要往上走 而且它上涨的幅度 它会比其他的一些产品 它波幅更大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兴市场 因为这个也是跟美元的价值有关的 美元如果真的进入到一个下跌的周期的话 那你作为要保值的作用 那肯定要买一些另外的资产来对抗美元的一个贬值 那其中比特币作为风险资产 那只要全球没有什么大的一些更大的一些冲突 把大国拉进来的话 那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以太坊 以太坊就比比特币商量弱势一点点 它并没有说在周线 在月线回到一个上涨的动能 因为最关键就是它2000这个位置 好像就是还在争夺当中 没有说明显破上去 因为以太坊的上面 2100才是最终的一个高点 所以只要把2100破掉 那以太坊才有可能出现一波上涨 所以你说要投资虚拟货币 当然山寨币除外了 那我自己做这些虚拟货币的话 我并不是做太多的山 应该说我基本就不做山寨币 或者说你叫正规点的叫法叫做代币 我基本就不做代币 就做这两个主币 一个以太坊一个是比特币 尤其是比特币 它并是最大的 而且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 包括在芝加哥上米交易交易所 有比特币的期货可以交易 比特币的ETF 好像我最近没有跟进了 不知道它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它好像还没有批下来吧 但是正在朝着这个方面去发展 如果真的比特币的ETF给批下来的话 那基本更多传统的大型的投资者 就会进入到市场当中 那它的价格就会更加稳定一些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所有交易员投资者来说 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这个如果你说虚拟货币的话 我更倾向是做比特币会好一些 好这个就是差不多 今天的一个给大家讲解的 在冲突之下背景之下 我自己对这几大资产类别 我是怎么看的 其实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只要大家把握好机会 不齐通过自己的一个交易计划 交易知识 再结合一个优秀的交易券商 例如go market 那这样你就有可能实现 自己更多的一个利润 甚至尽快走向财务自由 好这个就是今天内容 交给go market jackie 谢谢孙总 那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有问题 然后对直接 每日再详细讲解一下 有人想听每日 每日 对 你想了解哪方面 每日的话呢 刚才 我能下来吗 每日的话 能下来 我感觉是能下来 刚才我的评论就已经说了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央行的红线 很简单 150 就是日本央行 还有美联储 对于美元日元的一个红线 从1987年到现在为止 都是这样 每次来到这个区域 央行就会进场干预 所以现在再加上 它的一个通胀已经下来了 那预期美联储不加息 甚至是开始减息的预期 就会增高 那同样 也预期的就是 日本央行会随时调整 它的一个利率政策 那所以这多方面的因素 从基本面来看 每日我感觉是要下来的 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去 会真的掉下来 会出现一波大跌 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做交易的话 问时间这个问题是绝对是 很难回答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都要看 有什么事件把它推下来 但是如果你要严格说 它的走向 长线的走向的话 我感觉它是要往下走的 那那是会跌到什么位置 那就看你说 你要你要持有的仓位的时间 有多长了 如果像我你说一个月 两个月 这种情况像我自己 一到两个月 一个月的仓位的话 那可能你说不要到 150首先第一点 你得先回到150之下 对吧 因为150 它还扛在150到152之间 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才跌下来 因为所有东西 你看它从一个大涨 大涨上去 我不要说从之前 两三年开始涨 就从最近的一波大涨 从130涨到现在150 你看这一个位置 我画一下 画一个框给大家看一下 画框在哪 就从这个位置 从2022年11月 到大概2023年5月 它也是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累积了一段能量 之后才出现了 这一波的往上涨 所以同样 你要从上往下跌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那英文呢 这个叫distribution 就是它大机构的做法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我买10万的美元日元 卖10万美元日元就可以了 那大机构 他们手头上的仓位很大很大 对吧 可能几十个月几百个亿 那不可能一下子就把 我就卖100个亿美元日元 那一下子美元日元就暴跌下来了 对吧 他们也得一点一点的卖 他们也得说在高卖 低买或者低买高卖 但是他不可能一下子 把他手头上的仓位都抛掉 所以他们抛这个仓位的时间 是需要时间的 不管你是从低位买进也要 你买也是需要时间去累积 他们的仓位 所以在高位卖出也是需要时间 所以他什么时候把那么仓位全抛掉了 估计他就会往下跌了 基本就是我是这么看的 好吧 有没有其他问题 黄金的其实是上涨 对黄金刚刚说了是上涨 黄金我觉得是要涨的 长线来说我是要看涨 因为黄金跟美元日元的话 基本就是有一个倒挂的关系 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做一些研究也能看到 黄金跟美元日元的一个相关性 如果在长线 从1987年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做过这个视频 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都有 这方面一个视频 它的相关性是负的80% 就是美元日元涨黄金就跌 美元日元跌黄金就涨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长线来说 对 好的 我想问一下孙总 就是就美国这几年 不是蒸发了很多货币吗 然后这个 它蒸发了这么多货币 对美股 还对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 会不会有带来什么风险 首先美国它蒸发 或者直接去来说就印钱 美国的印钱 跟其他国家的印钱不太一样 因为美元毕竟 还是全球的主要的货币 主导货币 国际贸易当中 95% 二十七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 所以说美元 它再怎么印钱 你卖再印多少钱出来 总有人给它买单 包括你说中国最近减持了 好像一直在吹 中国减持了多少美债 但是你别忘了 它基数还是很大的 简直的100亿减持了200亿 它手上持有 还是有一两万亿 是美债 还有日本呢 英国呢 欧洲呢 都是在买 买美债 因为相对其他货币来说 美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 一个货币 它再怎么印 只要它这个泡沫不爆破 那还是会继续买 那说你说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影响的话呢 除非还是说有一个真的另外一种货币出来能够挑战到美元的霸权地位 如果没有的话呢 整个美元这一个滚雪球或者这个泡沫只会越吹越大 有没有什么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大的冲击对市场 我感觉是看不见的 因为你看历史也很简单 我特别喜欢看历史 尤其在金融市场当中 因为金融市场历史并不是很长 第一个交易所是16几几年在荷兰成立了 也就两三百年 那近代的一个金融历史的发展 其实就是1900年有技术分析开始 其实就100年的历史 那这100年历史 其实你就看美国每一次包括什么债务危机 什么财政悬崖危机等等 有哪一次不是过去的 所以我在之前现在又说了又准备关门了 说美国周四周五又过不去又关门 最终都会解决的 解决办法就是印钱 那印钱有人买单他就没有问题 所以美元霸权 现在只要整个世界体系 这个经济结构国际贸易体系没有改变 我感觉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是至少我是看法这样 对你的个人情况怎么加你 还有这个怎么找到你 加我的话很简单 我们先把你可以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呢 你就上这个网站 上到YouTube然后呢找 浩投资 我我那名叫孙浩吗 你就搜索 在这个这个位置 你看随便打一个浩投资 这就是我的网站 我的YouTube频道 大家上网去潮 或者你要加我的微信也可以 加我微信也就是打浩投资的英文 浩investment H-A-O investment 这是我自己的微信 也都都有 所有你很简单 进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就YouTube 一个斜杠 at howinvestment H-A-O investment 然后呢 其他的一个联系方式的话 你简单点开任意一个视频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当中 就有我的联系方式 微信 whatsapp telegram都有 大家有兴趣就 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谢谢孙总 好的 那就 感谢 感谢孙总 那行 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到这里